太欺负人了 你知道吗 他们就是欺负我 知道吗 你不明白 因为你不了解我 父母有三个孩子 所有的遗产或者什么东西 我应该要分一把 而且我也应该有知情权 我冤死了闺女 你知道吗 我上岚说了一句 我这句话都不说 他们是一奶同胞的三兄妹 可是感情却越来越疏远 要说起目前这种局面的行程 皆因为父母当年的一个决定 父亲去世后 家里的形势似乎发生了大反转 如今的主动权 究竟掌握在谁的手中 反正老头不愿意跟他说 反正这些事 那老头的事 我们家老头什么事 都是他做的 我们做不了老头 私下了 过户了 小房子现在过不了了 来找我来了 我就白白给签字吗 你能过来 你找我干嘛呀 肖女士是这样子的 是这样子的 找我干嘛呀 我现在找到第三条解释了 我就想让第三条解释来解决了 他将所有希望都寄托于此次调解 调解专家们 又能否帮他们解开心头的困扰呢 你跟我们说说 这个是为了什么事啊 就是我父母是病逝了以后 留下一套房产 就是我爸同意 就是说把那个公租房给我 他为什么不说之前呢 应该从头说 一套公房对吗 对对 一间公房 一间公房 还有其他人在成都 另一间是吗 对对对 这是单位分的 对对对 那个成都房子住 我哥住 我爸的那个名字 他住的 二姐说 正是在变更成租人的问题上 遇到了难题 自己迫切地需要第三条解释的帮助 现在是需要他们给您签字 您去变更成租人是吗 对对对 如果一时半会儿这个字签不了的话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呀 您是准备变更之后去买吗 还是买不了 它那是合租的公租房 不是说两厘室的那种合租 就是合租的 一间 是一间房 一间对 就是买不了 您去房管所了解过吗 了解过 可以变更成租人 它就是必须得有户口 然后我户口在里边 你的户口是什么时候签进来的 17年5月 在父亲去世之后 没有活着的时候签进 活着的时候把户口签进来的 对对对 现在这个房屋里 唯独就是您的户口 还有我闺女的 她是后签进的 她是后签进的 她闺女下签进 所以她后来又把这闺女签回来 什么意思 对 又可以想象 是我的户口 完了以后房本老头也给我了 然后现在房门样式也在我手里 据二姐说 这间成租房当初是在父亲名下成租的 目前只有她和女儿的户口在此 相比起肖家大哥和小妹 二姐肖辉似乎更符合做下一任成租人的资格 可在办理最重要的签字环节时 事情却并不像她想象的那么顺利 我哥同意 当然她同意了 您这边愿意配合她过后吗 我得配合她过后 我一直配合她过后 在变更成租人的问题上 大哥萧君表示会积极配合 但小妹萧凤却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态度 我当然不同意了 究竟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小妹坚决不同意给二姐签字 您说的这个最开始这个约定 大家都没意见吗 没有意见 那后来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现了意见分析了 那等于是她不给我 我妹妹不给我签字 小姐姐有同意 我一步一步地让不来 您在家自己做了什么努力了吗 咱别说我什么努力都没做 我也什么都没问 我什么都不知道 两眼一摸黑就直接来这了 就中间有个人小姐一直没成 然后我这边就是我妹妹不给签字 我们俩写了一个协议 我就说就是好说好商量 就给她钱 然后再把户口给签进去 然后她写了一个协议 我写一协议 她不同意我那协议 她那协议我也没法接受 她写的不叫协议 我也没法接受 她写的不叫协议 我这儿有她写的协议 因为我又给她补充一份协议 您说的这个最开始 是我答应给她十二万五 您答应给小妹十二万五 您给她补点 对 那这签户口是怎么回事啊 签户口她要把那个 她的那个户口签到公租房里边 谁 小妹 小妹要把户口签到公租房 签了吗 这您同意了吗 那没变更完 城租人呢 肯定那签不了呢 第一现场 二姐萧辉告诉在场嘉宾 为了能妥善地解决城租人变更问题 自己多次与妹妹协商 并做出很大让步 她承诺 可以给予小妹十二万五千元的经济补偿 并同意小妹的户口签进城租房 但双方始终没能就此达成协议 面对采访镜头 肖家二姐表现得十分无奈 她似乎不明白 为何自己已经做出了让步 小妹还是要为难自己 迟迟不肯签字呢 现在就着重的不是说 她这套房子 是不是 她给我钱 我要给她签字 因为我现在她觉得 我觉得她是不合理 所以我就没法给她签字 明白吗 姐姐要变更城租人 需要您的签字 你跟姐姐提出来 要把你的户口签入这个工房里 对吗 这个是她说的 是姐姐同意 同意的 提出来要你把户口签到这个房屋里边 对 这个不是我提的 是哥哥跟我说 就是他想把户口签到我 你签到这公租房里 因为我没有打到 然后我 然后我说 可以变更完了以后 就是签住了 后来我们之间有一个 就是有一个中间人 就是说接缝邻居关系不错的嘛 跟我关系不错 然后说我帮你说说 说要不然把妹妹那个 把妹妹那户口也签几天 现在还拆签的时候呢 你能得点这种 变更 来这样这样 我问您啊 现在您是拿着一件事就是要变更成租人得您签字同意 让我签字同意 是吧 对 如果要变更您得签字同意 那为什么 我凭什么签字 现在如果给你十二万五的话 你同意 同意签字吗 不同意 为什么 因为我看你 因为我看你的写的协议里面 你不是说同意吗 对 这是我写的 对啊 是 你里面写的就是十二万五呀 他先写的那个 您看看 他先写的这个 这个我也看了 这个里面他也是十二万五呀 他写的那个 对我一点的保护都没有 哪里没有保护 他写的 你看他写的 我看了 你觉得哪里没有保护 他说我要什么什么呢 我要什么什么 我要房子 不是我要那个签户口 我要这十二万五 而且还说过不了户的话 把钱要给 从我这里头给完我以后 再要回去 我有什么保护啊 你就是觉得这个就是说如果无法 所以我出示了一个我那个合同 那就是说如果是以你这个协议未准的话 你能接受吗 现在不签了 为什么呀 他们来回的耍赖皮 明白吗 来回的拉抽屉 今天这样 明天那样 现在最后 给我逼到现在这来了 这是一个公平的平台 落座第一现场 小妹肖凤表示 她跟二姐的主要分歧 都是在一些具体的细节上 在嘉宾的追问下 姐妹俩还分别出示了一份 关于成都人变更的协议 在这两份看似大同小异的协议中 究竟藏着什么奥妙呢 给我六万定金 如果过不了户 消贩如实再退给我 你过不了户是我的问题吗 我配合你签字 完了 你就给我钱 我就给你签字 你不给我签 不给我钱了 肯定不给你签字 明白吗 你过户不过户 跟我一点毫毛关系没有 对吗姑娘 对不对呀 那过户的事 我肯定办案过户 我给你签字 你给我钱了 我给你签字 你要过不了户了 跟我没有关系了 我这份拿走了 他后来给我签 我一条都没法执行 第一条 就是第一天就得 就得给他一十二万五 万一要过户在我名下 我就打了水漂了 他也没写着说 再退回我 第二呢 他说 如果我要是不答应他这条 就是赔偿 第一条 第二条就是 变更 就是变更完了以后 给他过户口 变户口 户口扯第一条 第二条 如果办不到的话 他要罚款我二十五万 姐妹俩都想最大限度地保障自己的权益 于是便针对协议细节展开了漫长的纠结 这其中 有信任危机 更隐藏着家庭关系的不安定隐患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姐妹俩走到今天的第一步呢 那这个父亲活着的时候 您这个姐姐说 这个成租房 工房 要变更到姐姐名下 我不知道 就是说因为变 变那个 我那户口本 从18号楼 一个18号楼 一个17号楼 我说18号楼 变 变就是转到17号楼 大房子给哥哥 那就说你们家庭开会的时候 你是不参加的对吗 没有开会 那协商关于财产 就我就没有开过会 也没参加过 他们谁都没叫我 我什么都不知道 前期采访时 小妹肖凤曾告诉记者 对于父亲将名下的成租房 留给二姐肖灰一事 她始终毫不知情 这过十年 我爸爸死了 这房子又变成是他们的 中间有些什么事 我也不太清楚 怎么操作的 我妹妹不知道 她不知道 老头没跟她说吧 之前就是说 把这个公司房给我了 她也不知道 都是我在中间 就是找了我妹妹 正是因为事先不知情 让小妹失去了 对哥哥姐姐的信任 她认定 在一些问题上 家人曾对自己刻意隐瞒 而这种信任的缺失 直接导致她不愿意 轻易答应姐姐的要求 所有的这个遗产 或者什么东西 我应该要分一半 而且我也应该有知情权 我现在在什么都不知的情况下 其中还要补充 出现了一个二十一万 这个二十一万 是给姐姐十万 给我十一万 多出这一万块钱 我妈就跟我说了 当着我爸说的 说因为我现在得这个病 快不行了 前前后后看病 都是我小 都是我小闺女 带着我看病 管我 所以她付出的多 多给她一万块钱 我妈妈只能再多 掏出这一万块钱了 因为还要治病 我妈妈还要治病 我跟我妈妈说 妈妈您要治病 花多少钱咱们都治 不要提这钱的事 那是之前父母 我那时候给的钱 现在没关系 跟这个产生 又想要 结果我妈说不用 我把钱留出来了 这个一定要给你们 就这么决定的 给了我多给一万 哥哥姐姐 都知道这个事 我妈死了以后 我爸就跟我要这个钱 结果呢 我爸跟我要了几次 我就问我爸爸 我说 你跟我姐要吗 你姐也得掏出来 你们俩都得给我拿出来 我说 您要这么说的话 我问您 她拿出来吗 她说 她也拿出来 我说行 她要给您 我就给您 我爸说 她给 那说的不对 因为 因为什么呀 我妈在之前的时候 给过她钱 我爸为什么在 就是在这个 在这十一万时候 我给了十万 给她十一万 为什么跟她要回去了 没跟我要回去 就是因为我 妈之前跟我说过 给了过她钱 然后呢 我爸呢 就跟她要钱 在私下的时候 我跟我姐们俩 那时候还是 关系 一直都特别好 直到我父亲 没了以后 才不好的 在当时呢 我姐说 咱们不给 跟我们家说的 咱们不给 咱们凭什么给呀 这是妈妈给咱们的 结果 我就 听信了 过了一段时间呢 我爸又要 前前后后 要了第三次 我家住五楼 我怕我爸 那么大年纪了 我怕我爸 那个有这个闪失 我说那爸爸 这样吧 我掏出来给您 我就掏出来了 他当时跟我说 姐姐也掏出来 我就掏出来了 过了俩三日 我突然发现 别人告诉我 你姐姐的钱没给 我当时特别的生气 别人是谁 谁告诉你 说姐姐的钱没给 什么 就您刚才说的 别人告诉你 姐姐那十万块钱 没给付钱 这个事啊 我当时就忘了 小妹表示 自己之所以不信任二姐 确实另有原因 面对调解嘉宾 她讲起了家里的 一些旧事 她说 当初姐妹俩曾约定 要一同归还父母的钱 但二姐 却并未履行承诺 因为我觉得亲情的关系 钱不重要 亲情重要 就这两万五 就这五万块钱 就算了 还有亲情 我就当时跟她说了 我说你讲 你那个给了 你还告诉我 你那个没给 你还告诉我 你给了 所以我现在你没给 回忆往事 小妹心意难平 可言谈中 她还是不由自主地 流露出了 对姐姐的感情 而说起姐妹关系 为何走到今天这一步 小妹心中 似乎也有诸多困惑 我们家里妈活着的时候 我们走得挺近的 我跟我姐是非常近的 明白吗 不知道为什么 到最后 我姐就跟我翻脸了 我哥也不管 我父母也不管 就我管他 然后他那个 孩子正好上小学 我家那时候 住一十二平米的房子 三口人 就我们三口人 她那个闺女 就天天放学 上我这来 就周六的时候 有时候上她 她是离婚的 你知道吗 我走得不近 我那么管她 你知道跟我这待了 多长时间 我管着她 她出来没有钱 我给她钱 她出来看病 住院 没人陪她 我陪她去住院 整宿陪着她 都是我呀 所以 我也不知道 她为什么 跟我就 最后给我来一个这个 也许是因为 曾经付出过 真挚的感情 小妹无法接受 姐姐现在的改变 如此僵持不下的局面 该如何打破呢 小妹现在 又到底是什么想法呢 那我问您 这个您的父母 除了这房子之外 还有存款吗 留下来的 有存款 有存款 是 他什么都不知道 老爸那个 他什么都不知道 腐血筋的是我们都是杀人 老爸那个腐血筋的是我们都是杀人分的 有多少钱 都分到了 多少钱 分了两笔钱 我问您 他们拿多少 我就拿了多少 那是多少 第一次好像一万多 第二次应该是六万块钱 您当时说母亲去世之前就拿了二十一万来给您竭俩分 这跟那个跟这后来这没关系 对 那后来您父亲去世之后就剩下的钱比那反而还少了是吗 老头根本就没有存款 每月的钱领了以后手里都有多少就分了 房子要分钱也得分啊 这是这是老头死了以后人家国家给的钱 对啊 就是您父亲去世之后一共最后还剩下多少存款 说的不是抚恤金 存款也得分啊 房子要分钱也得分啊 那就分这个这个钱啊 那再有钱我就不知道了 您不知道 对啊 再有别的钱 您现在我跟您说啊 您就是有数的钱付缺金分了 我跟您说 再有别的钱我就不知道了 那是之前父母活着时候给的钱 跟那没关系 跟遗产没关系 改在姐姐名下 对 我现在不同意 因为我没有达到我需要的利益 您的利益是什么 我的利益就是因为这房子 我父母在世的时候说这房子要 姐姐跟妹妹平均分配 工房没有继承权 没有继承权 对 那找我干嘛呀 那分配不了 分配不了那找我干嘛呀 那就是只有变更成租人这一说 在第一现场 小妹肖凤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她提出父亲的成租房 姐姐应该与自己平分 因为这也是母亲生前的意愿 那你小妹妹说 你妈妈说这个房子的事 你们俩这个 我说不行爸爸 有没有这回事 我这个钱是我妈妈给我的 我妈不是 我不是这房子平分 就是说你现在房子平分 现在你那边那房子 关键是你 我哥哥没落到啊 对不对 他没全额落到啊 可不是想自己独占吗 给我的 现在啊 我为什么不明的不明的不明的 我的感觉就是他想 你是不是想独占啊 什么都不给我 什么都不给我 他可能想独占这个房子 对啊对 他有这种想法 我说你 他就是想独占啊 但是你不可能 他不承认我 乱一半他就想独占啊 对于母亲承诺过 平分成租房一事 坐在第二现场的姐姐 失口否认 对此 小妹称 这不过是姐姐想要独占 成租房的说辞 两种不同说法 到底什么才是真相呢 说我们俩人合租 合完了以后 这房子 合租的房子给我们俩人 然后当时 那时候我们俩人还 还在商量 说如果说要是 你要呢 我给你点钱 我要呢 我给你点钱 这也是上我们家了 他鼓动跟我说的 那我妈刚死 知道了吧 我说行 怎么着都行 我说那到时候 得等我爸 走了以后才能说这事呢 我爸不是怎么说呀 对吧 这我爸一晃了 十年了 你问我哥 今天你可以问他 你说是不是之前 你妈你爸活的时候 那这小房子 是你俩妹妹 你一半 小妹表示 对于这间成租房 父母早就有过决定 就是让姐妹俩均分 而且这整个过程 大哥也是执情的 给你一半 这些人哥哥也是知道的 对 我哥也知道 我跟我哥提了 我说这不是我们俩一半吗 对不对 你也不是承认吗 对不对 我说现在 我也跟他要你一半 那哥哥怎么说 我哥不愿意啊 那套房子我们俩人分 不分了 说给他了 他就应该给我点补偿费吧 那这个成租房啊 他就总于说 您父亲当时那些 整个都给大妹妹吗 是 就没有小妹妹的份是吗 没有 没提 也没提钱的事情 没提 当时给的这个合住房子 给您大妹妹的时候 是大家都知道的 没有意义的是吗 当时的情况是 是我大妹妹 跟我爸订的这事 我当时没在场 我爸跟他们俩订了 他们俩订完以后 大妹妹来找我来了 说 把这情况一说 哎呀 完了后来呢 你大妹妹告诉你 你说父亲把房子给他了 对 对于成租房怎么分配一事 大哥肖先生承认 自己确实听说过 父母要把房子留给大妹妹 但进而他又强调 自己虽知情 但并不在场 也是通过大妹妹消灰的 转达而得知的 面对两个妹妹的纷争 身为中间人的大哥感到左右为难 这手心手背都是肉 他也只能尽量相劝而已 你们家里子梅三个 相对来说家庭这种事情是谁说了算 老爸说了算 老爸过世之后呢 那没人说了算 就我看在家里 您不主持这种大的会议什么的吗 我没主持 我爸说了算 老爸92租 那就这两大房子都是您跟哥哥商量好了 就是我父母是病逝了以后留下一套房产和一套公租房嘛 但老头活着的时候就是说 把那个产权房过户到我哥名下了 然后我哥答应就是我爸同意就是说把那个公租房给我 父亲走了 家中便没了主心骨 如今的他不断为自己喊冤 我父母走了 我现在没劲说礼 你明白吗 我冤透了我 你知道吗 我付出的罪多 我什么都没老着 我就要点的赠额 就要挣点破钱 值钱吗 十二万五 算数吗 这钱 算什么钱啊 就这么费劲 你管你妈的时候 你上上心 明白吗 你们都好好进行你们的孝心 我没做 我没做什么对不起他的事 对不起谁 就对不起他们俩的事 没有 没有 没有去故意去伤害他们 他对不起我 知道吗 我说你们都对不起我 在两姐妹的僵局尚未解开的情况下 问题的矛头又转到了大哥身上 那您觉得现在这个家里的局面 谁吃亏谁占便宜了 当然我哥占便宜了 我现在不想不想给 我想让我哥给 咱就不说这事 我都有点累了 面对两个妹妹的直指和要求 大哥会是怎样的反应呢 我身体跟我没关系了 当然有关系了 不是我身体不好 没有那精力参与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本期的讲解律师 杠艾难 杠律师您好 今天节目当中 当时又涉及到一个关于口头遗嘱的一个纠纷 我想知道这个口头遗嘱有什么必要的条件吗 现在其实随着大家法律意识的增加 越来越多人选择用遗嘱这个方式来处理自己身后的这些事物 口头遗嘱呢 它虽然说也是咱们法定的一种遗嘱形式之一 但是其实相对于其他遗嘱形式来言 它的要求会更为严格一些 首先呢 口头遗嘱它必须是在这个紧急情况之下才可以去定立的 那什么叫做紧急情况呢 一旦说你是因为这个中症疾病 或者说是因为一些其他灾难 导致你的人生生命随时有这种危险的时候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才可以去定立这个口头遗嘱 而且一旦这个危急情况消除 并且你这边有能力去以其他书面 或者说是以录音的形式盯理其他遗嘱 那么这个口头遗嘱相当于就自动失去效力了 我这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本期节目当中啊 这个老爷子其实在世的时候 就已经把这个房产过给大哥了 那么像这种在世的时候的过户的一个关系 它能够这么直接处理到自己的房产吗 其实是这样的 能不能够处理这个房产 要看这个过户行为到底是老爷子自己的一个行为 还是说老爷子和老太太一起共同形成的一个行为 如果说是两个人一起完成这个行为的话 因为相当于他们在在世的时候 对于自己财产的一个处分 这个是完全可以并且可行的 但是呢我们往往忽略了一点 就是如果说有一方配偶已经过世的情况下 那么这个在世的一方能否去处分他们的财产呢 因为像是我们很多观众都看我们的节目都知道 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内取得的财产 它一般来说是属于夫妻固有财产的 夫或者妻对于这个夫妻共同财产 一旦是超过生活需要 是需要两个人共同决定去如何处分这个财产的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有一方现行过世了 那这个财产它这个时候发生继承 所有的法定继承人和在世的一方配偶 其实对于这个财产来说 相当于是一个共同共有权人 那在这种情况下 即使说这个财产登记在在世一方个人名下 他也没有权利去单独处分这个财产 如果说他处分的话 甚至这些法定继承人 是可以通过诉讼的方式 再把这个财产追回来的 为了父亲留下的成租房 更改新成租人的问题 肖家两姐妹产生了巨大分析 这其中可有什么隐情 所以我们一致肯定的是希望告诉您 这个房子没有您想象的那么有价值 没有价值找我来干嘛来了 小美口口声声让姐姐给钱 她所纠结的难道仅仅是钱的问题吗 别的你也别忘了 我也不跟你说了 你说起来我就委屈 那就这两套房子都是您跟哥哥商量好了 没有通知妹妹了吗当时 就是因为我爸没直接跟她说 但是过户的时候 就是真正过户的时候 变更那个就是那个就是户口什么的 他都不知道 太气愚人了你知道吗 他们就是欺负我 这个事不是我说的事吧 是我爸说的事吧 是他说的事 因为为什么他们俩人说话 我都不相信了 就在这之前 他们俩人今儿这么说 今儿这么说 今儿这么说 是 他就是说这事跟我 因为这房子也不是我的 也不是我要求变更的 调解中 小妹似乎万般委屈 他说自己之所以拒不退让 是因为感到了一种来自亲人的欺骗 大房子哥哥拿着 小房子姐姐拿着 他们俩人哥哥姐姐都应该给我补偿 我也是 父母的 给您补偿 没有关系 跟我一点关系 那你觉得他俩 大事你只不让我给他 不让我给你钱 我为什么不让他给呢 他也没说 只有他们俩这个房子 那你就是 既想置身室外 又被牵扯其中的大哥 在这场纷争里 究竟扮演什么角色 他的闪躲 能解决问题 我身体不好 跟我没关系 没有 没有 不至为上边是个傻子 不至为 他的小人 明白吗 他们都跟我找人 他就没理 他才怕上边 没可能 后来最后 达成了什么呀 哎呦 这这 真是没从头说 说的太长了 他不去 这事还是调解不了 追溯起如今的苦恼 三兄妹说 这一切都是源于 父亲当年的一个决定 他说我爸对不起他 是不是你们两位 在过户之前 你们是一点都不知道啊 还是说你们也知道 他一点不知道 那您知道吗 我是 他是过的时候 可能是老头又有点 就是因为犹豫 既然父亲在这方面有担忧 其实这个东西也是负条件的 他对不起我 知道吗 我说你们都对不起我 我说我比他豆鹅还冤 我跟你说吧 我说我冤透了 是什么样的决定 让三兄妹纷纷感到 苦闷和不公呢 我付出的最多 我什么都没老着 我就要点的份额 就要挣点破钱 就是我父母 不是定市里以后 留下一套房产 和一套公租房吗 那么您购买这个房屋的时候 是哪年购买的 很早了 我妈活着的时候买的 这房子是父母 都现在的时候分的 当时买的时候 折合父母的公灵了吗 对对 都折合父母的公灵 都折合了 那么折合了父母的公灵 写在父亲名下 对 第一现场 肖家二姐肖辉 告诉在场嘉宾 除了妹妹肖凤 产生分歧的 这间成租房之外 父母还留有一套产权房 就是我爸活着的时候 就把这个 就是他能处置的 基本上处置了 我父亲就是 那个两居士给我帮 把这个 把我住的 合住的房子 给我大妹的房子 前期采访时 记者了解到 这处位于朝阳区 武圣东里的 两居士产权房 早在父亲在世时 就赠予了大儿子 萧军 并完成了过户手续 然后呢 我 我爸呢 就是说 当时他活着的时候 就把那个产权房 过户的 我哥哥名下了 17年 我问一下 父母什么时候去世的 我母亲是09年11月 我父亲是18年11月 17年过户到哥哥的名下 对对对 当时过户的时候 这母亲走的时候有遗嘱吗 没有 他们过户这些房子 但是我爸之前 他们过着这些 我一概都不知道 没有遗嘱 那怎么过到哥哥名下的呢 那就是我哥跟我爸 他们俩去过 那这里边母亲去世的时候 没有遗嘱的情况下 就涉及到一个继承的问题 那怎么变更的 你问过哥哥吗 他就说找到中介变更的呀 母亲走的时候 当时过户我不知道 没有 你也没问过父亲这边 对吗 没有 没有 他知道 对于父母的产权房 过户到哥哥名下一世 坐在第二现场的小妹萧凤 表示毫不知情 看来 与承租房的问题一样 家中这些重大决策 似乎都没有小妹的参与 因为我妹妹毕竟也不知道 那个户口也变更完了 房本也变成我哥了 他那个都不知道 已经过户了 不知道 不知道 就是你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 这个是 爸爸 临死之前 他们商定的 我一概都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到货户 这房子过到我哥哥 的名下 现在过到我哥哥名下 名字还把我嫂子给 搁进去了 你从什么时候知道 这个房屋变到哥哥 是我父亲去世以后 什么时间 拿我父亲的那个负血金的第二 最后一笔钱 他说过户他头上了 我现在就不明白我姐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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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跟他之前不好 他什么话他都跟我说 你知道吗 他什么话都跟我说 因为我都现在 他跟他穿东西去一条户位了 我都不知道 在小妹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 父母的两套房产 分别让哥哥姐姐 占了先机 这也难怪 他会愤愤不平 然而 哥哥姐姐真的是 故意联手 欺骗他吗 对啊 修这房子 房子等于我 等于我爸那个份额呢 但是房子 他一样没给他 现在 您是拿着一件事 就是 要变更成租人 得您签字同意 让我签字同意 是吧 对 如果要变更 您得签字同意 那为什么 你凭什么签字 因为我们家的事儿吧 都是老头说了算 因为老头有钱 都每月给我们的钱 所以老头说了算话 我们就没有多大 你化全吧 我们听不懂 我父母有三个孩子 他们的 所有的这个遗产啊 或者什么东西 我应该要分一半 而且 我也应该有知情权 我的情绪比较激动 因为我实在是太冤了 明白吗 你们可以上楼里头 打听打听点 就我爸正在住的那房子 就那小区 你们可以随便找一个人 你们去调查调查点 你知道吗 我爸有病了 我妈有病了 谁管 讲述中 小妹情绪激动 她说自己真的是 有苦难言 有冤无处诉 而谈及自己过往 对家庭的付出 小妹更是难言失落之情 父母亲对她没有一个 在遗产上的交代吗 没有 因为老头就是 一套房子 一个公租房 当时我小妹 有房子 所以老头就说 我没房子 就把这公租房 变更到我名下 因为老头也懂 这公租房 就得那什么 就是得有户口 我户口呢 一直跟我爸 在那个产权房里头 以前跟我酒房子 没有关系 我现在没有房子了 就是得有户口 我现在没有房子 他们都有房子 一直跟我爸 他有一个公租房 产权房 父亲是希望说 因为您的住房有困难 是吧 您没有房 所以希望成租房给您 对 那您觉得是 这两套房子 一套产权房给哥哥 然后公租房 变更到您名下 你们觉得对妹妹公平吗 那公租房面积小 又是公租房 又买卖不了 只是成租权 我过不到名下 只是成租权 他有一个 集体宿舍 那集体宿舍呀 间庭小的条件特别弱 卫生间是公用大家伙 厨房也大家伙 他那等于就是 那房子特别的 您的意思就是 当时父亲把这个房子 给他 是有这段考量的吗 对 他肯定是重男轻人啊 对啊 这些老人不都重男轻人吗 能理解房子 对于父亲的安排 二姐萧辉和大哥 都表示事出有因 同时他们也强调 父亲这样决定 也是有自己的无奈 小妹妹不讨父亲习惯了吗 对 反正老头我不愿意跟他说 反正这些是 那老头的事 我们家老头什么事 主要他做什么 我们做别的老头 为什么父亲不自己亲自告诉小妹妹 让大女儿转的 我爸爸 他不愿意说 他那脸皮儿可能不愿意跟他撕破了 说开了 现在您的诉求是什么 我的诉求就是把孤独房变更我不下 然后就是这意思 两条房子一套产间房给 那您有没有跟您的妹妹沟通 你到底是对我有意见 还是对大哥有意见 如果你对大哥有意见 我帮你去跟他说 如果你对我有意见 你跟我说什么意见 咱俩解决 对吧 没说 您跟您的妹妹沟通吗 平时 没沟通 没太沟通吧 没太沟通 所以您也不知道为什么 具体因为什么 您的妹妹不给您签字 对 两个人 他对于是合租 那等于是他不给我 我妹妹不给我签字 不给我签字 那我说那既然不给我签字 是因为妹妹对哥哥的 给的这个钱数不满 那我不知道他因为什么 那你刚才跟我说 大哥已经必须得去 你觉得这人大人有关系吗 当然有关系了 关系在哪 先说好了以后 您说好 那我怎么说的 就是 给这房子 给他儿子 然后那公租房 给我 让他儿子拿出一部分钱来 给我妹妹作为补偿 我当时就是找的 因为我哥也不跟我妹妹提 我爸也不跟他提 后来我跟我妹妹关系 还不错嘛 然后我就跟他说了 然后他说了一个 五十万的数 然后我哥也同意了 二姐 萧辉告诉记者 当初父亲处置两束房产时 曾要求大哥给小妹一些经济补偿 并留下字句 约定补偿金额为五十万 而之后 当二姐再为双方进行沟通时 事情却进行的并不顺利 我哥给了他十万块钱 我爸活着的时候 给了他十万块钱 就给钱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了 以后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就是等到我爸病了以后 完了以后 我哥告诉我 说给了他十万块钱 后来我有一次又胖着了 又胖着了 我就跟他聊天 说的啊 是 其实我这钱啊 都准备好了五十万 啊 我五十万你看你承认吧 从你心里你承认有这五十万 小时妹子都 妹子界都给清 没有没有 后来最后一次就是 有一天我上那找他去 他跟我又翻车 我就不可以等到吧 后来事情就从这开始引起了 那后来是在什么情况下 出现了意见分歧了 后来他就不承认了 后来他就说 他没没说过给五十万 大哥说的 对 就没写这些协议之前 他不承认了 所以我大哥就不给我这五十万了 最后大房子 我才落着三十五万 我是为什么落着三十万 我是没有办法的 没有办法 是在什么时候说的呀 就父母去世之后吗 对呀 我跟他说了三次 第一次是我爸病的时候 第二次是就是我爸那付协金下来的时候 我又跟他提了 然后他说他没说过 然后第三次是我们上北京银行出来 然后呢 我又我说咱们就是说人都齐了 咱们坐下来把这事好好说说 我就让你一步没有办法 他们逼逼逼 我说行 好 我也同意了 给这三十五万了 他不让我哥哥 我想问就是 在这儿他干的事 差了十五万 对 那后来哥哥给了这个 他所谓的八分之一了 给了 应该是五十万 五十万不让给吧 最后没办法了 降到三十五万 那我有亲情 没有办法 我降到降到 二姐萧辉告诉在场嘉宾 最终大哥并没有如约支付 小妹五十万元补偿 而是按照房产中 母亲的遗产比例 给了小妹约八分之一的份额 等价现金 总计三十五万元 我是这么认为的 他肯定是心里不舒服 是因为是没给五十万 就给三十五万 对啊 他对我也肯定有意见 他当初让我帮着他争取 不是我身体不好 没有那精力参与 那你能走 明白了吧 我没有那精力参与 我说这一个原因 现如今 大哥以身体欠家为由 表示不愿过多参与此事 态度上也显得有些回避 咱就不说这事了 我得有点累 他就是说好好说 好好解决 他当然合适的 他当然要好好解决了 北京人讲话就是没事不惹事 对吧 有事不怕事 对吧 还叫什么大事 话小 小事话聊 他没有毛 也没有什么事了 大哥的回避与含糊其词 似乎让二姐消灰有些不满 他表示 解灵还需细灵人 此时大哥绝对脱不了干系 对啊 他认为跟他没关系了 你觉得那是什么关系 那当然有关系了 那我等于我一分 我这产权房 我一分没落我 那你们都有 就是继承权 那我也有继承权 我一分钱没落我 还拿出钱来 我这成租房 也不是产权房 我就是 只是一个成租人 那您觉得现在 这个家里的局面 谁吃亏 谁占便宜了 当然我哥占便宜了 您和妹妹都属于吃亏的 那我爸 我妈那八分之一份额 我等于一分钱没拿呀 说好的是 你没拿跟我你有关系 说好的我一分钱不应该掏的 他不要我妈那个大方 你这十二万五给 你落着 没给呢 你落着一个小房子 我都能落的一个大房子 我自己没有有心 我现在不想给 我现在不想掏这十二万五 那你现在想怎么做 我现在让我哥掏这十二万五 为什么那你哥掏呢 因为他拿着我的八分之一份额呢 我没得到遗产呀 我妈那遗产 我一分没得到啊 当时答应的 说是我爸活着的时候 就是说让我不掏钱 现在让我掏十二万五 那我就不掏 现在闹掰了 已经走到地天调血市了 那就让专家按照法律 这不是都说好的事吗 说好的事他不给我签字 那说好了 我一分钱不应该掏的呀 我现在不想不想给 我想让我哥给 所以最后绕来绕去 您家这哥仨就是螺圈架 对 对吧 最后还是得回到哥哥那去 对对对 远看着城租房迟迟不能变更到自己名下 二姐萧辉似乎也改变了主意 他希望大哥能出面 妥善解决此事 我现在他给我 他给我这些份额 他给我这些份额 把钱给我 我就给他签字 就这么简单 所以现在是这样啊 哥哥来到现场之后呢 没有上来 原来上调解是需要 你们兄妹之间都要坐到一起 大家说出各自的诉求 现在哥哥不上台了 说对这个情况 哥哥的态度现在不清楚 那就说大姐这边房屋 如果过你名下了这个城租房 过您名下的时候 是不是需要妹妹和哥哥都要签字 对 现在哥哥之前你们沟通过 他签 你们俩这件事啊 我看起来特别简单 就是你姐姐让你配合过户 你要多少钱 就这么简单的事 有多复杂啊 对不对啊 我怎么说不出来啊 一半啊 那我那边一分没要 这边再分他一半 那我得到什么呀 对不对 我那边房子 那边八分之一份 我一分没有啊 关键是 按他来讲不给我 他才合适呢 是不是啊 就让我签字 你当时 要是能过了户了 就不出现 现在这种问题了 因为他们私下 大房子偷着过了 小房子 放不了了 找我来了 你这样 我为你个位置啊 因为肖家大哥不愿出面 现场的气氛 依旧处于僵持状态 见此情景 嘉宾们建议 能否先行协商 两姐妹之间 关于成租房的问题 对于小妹提出的 成租房权益50%的请求 二姐肖辉 能否接受呢 您今天来这儿 希望寻求一个公平 我们特别能理解 但问题是 我们在座的所有人 都没跟您家的人 一起过几十年的日子 我们在座的所有人 都不知道您家的感情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我们在座的所有人 也没有办法参与到 我们家的感情 我跟我姐姐 关系很好 一直都很好 她大大小小的事 我都管 包括她 我可以说吧 可以说 你说我也说你 你八几年的事 我也说你 我也帮你了 你也帮我了 我也帮你了 就是咱俩关系不错 两个姐姐 来来来 你也帮我了 我也帮你了 那你干嘛就这么 现在就这样 姐妹俩同时落座后 无论嘉宾们怎么劝姐 小妹始终对于 父母名下产权房的 悄然易主 而耿耿于怀 对于她不知情的前提下 发生的这一切 她似乎还是无法接受 可以一人一半啊 可以一人一半啊 你还能接受 我能接受 我能接受 现在是这样啊 公住房一人一半 她不是产权 她变更不到 两个人的名项 对啊 现在就说 能不能达成一个 共识 之前的房屋 在父亲的名下 你们姐俩 达成一个协议 同意把这个房屋 变更到姐姐名下 为什么要往姐姐名下 变更呢 妹妹你要听清 变更工房 有硬性的条件 户口必须在此房内 这是有硬性条件的 那就说 姐姐符合这个条件 你们姐俩能不能达成一个共识 同意把这个工房 过不到姐姐零下 所收的收益 你们姐俩平分 您说 您说 您说这个房子 小房子 她户口进去了 我户口也签进去 对 然后那个租金呢 两人一半 对 而且再加一条 等房子以后能变现的话 能变现的话 还是一人一半 行不行 二人一半 对 用不用跟儿子去协商一下这个事情 应该商量一下 因为现在这事闹成这么大了 我也得 呃 那什么一点 是吧 我觉得对你不好 不好在哪里 首先你不会跟我姨妈在一起共同管理 你不会共事 今天已经发生这么 这些事情了 你觉得你将来还能共同管理 而且以后还得闹分歧 肯定还得闹分歧 你自己想是不是 你觉得你还能跟他一起去去经营这个房子吗 你觉得可能吗 你有那个精力吗 你这个身体你扛得了吗 那不 那你怎么想的 那一次他就给我三十万就完了 三十万 这就是一种博弈 三十万不用考虑 三三五都不给你 你还都三十万 那你别协调了 那你也别协调了 你自己随便想 你自己做自己考虑吧 对于调解嘉宾给出的方案 小妹肖凤的儿子似乎不太认可 反应也有些消极 那么小妹最终会听从儿子的意见 还是采纳嘉宾们的意见 这样了还怎么着啊 你哪样了 叫你 我哪样了 我 妹妹 姐姐说这意见 您明白了吧 听明白了吧 听明白了吧 我明白了 就是这房子 过了他名下 我的户口签进去 俩人一半 对对对 姐姐把这个权力交给你了 明白吗 你可以对于这个房屋 管理你来处理 姐姐配合您的工作 还不行吗 还是交给她吧 她是姐姐 我觉得呀 是这样 就因为律师和调解员提出的方案 你们已经接受了 是吧 但是呢 就是我们也都能看出来 就您这姐俩吧 因为我们就像主持人说的 我们不清楚你们 以前的相处方式是什么样 各自的性格特点是什么样 但是 现在这个 是你们两个共同管理的 这个公租房了 就希望你们能 互相是 以前是谁让的 谁多点 就别太计较了 都这么大岁数的人了 是不是 天天打那嘴架 家有什么意义呢 所以就 好说 这个 公共沟通 您家已经跟很多来我们这儿 调解的家庭不一样了 大家都通过自己的努力 有了自己的房子 都不止着老家留下的东西 那老家既然有给我们留下一点 那算得上是我们的福气 咱就踏踏实实地把这份福气给接住了 拿在手里就完了 对吧 行 今天那咱们就算调解成功了 在调解当天 经过嘉宾们的不懈努力 姐妹俩终于达成了一致意见 然而 就在律师拟定好协议后 小妹肖凤及家人 又提出了新的意见 这房子如果不调解了 或者这么长 有可能免得国家收回去 但是 大家都不希望这个房子国家收回去 对吗 姨妈也不希望 你也不希望 但是呢 今天调解不成功 之后也有可能会调解成功 所以你可以今天接受 你都不接受 但是你要这么想 你要这么想 她是绝对不会放弃 所以这个房子 不会往国家收回去 不是害 不是你不调解 最终都是受害 没受害 很受害 国家收回 收回就收回 信任的缺失 让几乎化解的问题 又重新打回原点 看来 要想找到一个 相对平衡的解决方案 还需要更多的时间 和更多的沟通 我们衷心希望 肖家三兄妹 能以本次调解 作为消除可合的开端 也希望 他们深锁的新门 能早日敞开 接下来 您收看的是 北京家里律师事务所 独家赞助的板块 家里律师在线 北京家里律师事务所 专注婚姻家事法律服务 为您答疑解惑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律师 耿艾南 耿律师您好 今天的节目当中 这个当事人小妹 她就跟我们说 她其实在这个家里 特别特别的委屈 因为哥哥姐姐 很多的重大决定 都是在瞒着她 那么您在处理案件 过程当中 您有没有遇到过 类似的当事人呢 像咱们故事中 小妹这种情况 我们遇到过很多个 很多当事人 找到我们的时候 往往会跟我们说 哎呀 耿律师 你知道我有多委屈吗 在我爸妈在世的时候 我是尽心尽力照顾 他们其他几个兄弟 从来都不照顾父母 反而我父母 在在世的时候 就把财产处分给他们了 耿律师 你能告诉我该怎么办吗 这样的事情啊 其实比比皆是 但是呢 对于这种事情 我想明确地跟大家说 根据我们上一期的节目中 其实大家都知道 父母在在世的时候 从法律层面的角度来说 是可以去处分他们的这个私有财产的 这是属于他们的一个法定权利 但是呢 其实在咱们家事纠纷中 往往很多时候 不仅讲的是一个法律 甚至更多时候 它也是需要去讲一个情理的 因为咱们中国 其实从自古以来 就是一个人情社会 尤其是对于家庭来说 家庭关系的维系 对于咱们国家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一旦做出这种处分行为的话 从律师的角度 我们也建议大家 可以先去跟家里人沟通一下 商量一下 就算说你们这个商量过程中 并没有达成一个一致的一个结果 但是呢 起码你让人家告知一声 不会说是到了最后 等到父母都过世之后 才让人家发现这个事情 那这个事情肯定是 对于谁来说都是不好接受的 特别赞同您的说法 其实沟通在我们这儿 是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我这儿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的当事人都会说 另外一方 他当时承诺了我什么 现在又反悔不认账了 这样的情况 您是不是也经常见 您对这样的当事人 有什么建议吗 我们常常在接待当事人咨询的时候 听到当事人跟我们说 他当时明明答应我了 我们当时都商量好了 这类语言啊 我们全都把它称作为口头承诺 或者说是口头协议 如果你没有证据 这个事情 它是不会被法院予以认定的 因此呢 在面对这类口头承诺 或者说是口头协议的时候 我们建议 无论说你们双方是否属于这个亲属关系 都一定要把口头落在纸面上 一字一句地给他写清楚 双方签字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保障您的权益 我们今天其实等于探讨了两件事 第一个是积极沟通 第二个是白纸黑字 是吧 对的 没有问题 好 谢谢您今天的讲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